当您拿到全新的Inspire 2时,已经是完成对频状态。 假如飞行器尾部黄灯快速闪烁,遥控器指示灯红色,说明飞行器与遥控器需要对频。 接下来为您演示飞行器与遥控器的对频。 全新的Inspire 2有两种对频方法。 通过DJI高4进行对频。 将移动设备连接至遥控器并打开遥控器与飞行器电源。 启动DJI高4。 在顶部菜单栏找到遥控器图标。 进入遥控器设置,点击最下方的遥控器对频按钮。 此时,遥控器的状态指示灯变为蓝灯闪亮,并伴有提示音,表示遥控器进入对频状态。 该状态会持续60秒。 找到飞行器右侧的对频按钮并按下,该按钮通知为飞行器对频状态指示灯。 此时,指示灯呈红色快闪。 当飞行器指示灯与遥控器指示灯均变为绿色长亮,说明遥控器与飞行器对频成功。 通过遥控器组合键进行对频,开启飞行器和遥控器电源。 同时按下自定义功能键C1、C2和录像键。 当遥控器发出滴滴的提示音后,按下飞行器的对频按钮即可完成对频。 对频前,请确保飞行器与遥控器固件匹配,建议均升级到最新固件。 对频前,请检查遥控器设置是否正确。 如果当前遥控器工作在从机模式下,则不能进行对频,请先将遥控器设置为主机模式。 如果对频不成功,可重启飞行器后再次尝试。 如多次对频不成功,请联系DJI技术支持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